這是我們需要的另外一批教具 大家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嗎? 上面這四個我們看起來有一點弧形的模樣 這個的話是金的模型 這是金的模型 上面的這個是雙子葉植物金的模型 因為它們的尾管束是排列成環狀 有沒有發現中間形成層 然後上面是韌皮布 當然我所謂的上面是從這來看 其實是指外面是韌皮布 然後裡面是木質布 你可以看到它做得很準 因為到邊邊的地方它還可以讓你看到 你從正面看就是圓圓一圈一圈 從側面看就是各種不同的管子 有木質布裡面的導管 各種不同花紋的導管 然後韌皮布裡面的篩管 它其實都有把它畫出來 然後另外薄壁細胞等等的 都有把它畫出來新鮮層的細胞 另外的話這一邊這個 剛剛那是雙子葉植物金 它的圍管束草本金 圍管束排列成環狀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單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金的圍管束是散生 那有人說它看起來像一張一張的猴子臉 那也是一樣有沒有 邊邊的地方 你從正面看就是圓圓的一個洞一個洞 可是邊邊的地方它都有再繼續做下去有沒有 它有做出它是這個管子的模樣 好厲害喔連這個都有模型 真的是太厲害了 那接下來這個呢 這個大家看得出來嗎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葉片 對不對 葉片的切面竟然也有模型 太厲害了 這個是葉片切面的模型 那有沒有看到上下兩層的話呢 當然就是表皮 上表皮跟下表皮 那上面這個的話呢排列直直的 這個的話是柵狀細胞 那下面這個的話比較不規則原型的 這個是海綿細胞 那或者因為很多細胞也可以叫柵狀組織海綿組織 那在上下表皮之間的話就是葉肉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特化的表皮細胞會形成氣孔 也就是這個 氣孔是兩個保衛細胞所構成 很厲害喔 沒想到連這個也有模型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們看到中間這個 這個的話呢 這個是葉脈 葉脈就是葉片當中的微管束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會說上面是上表皮 因為有幾個線索可以讓我們知道 第一個 柵狀細胞主要是在靠上表皮的地方 第二個有沒有看到這個微管束 也就是葉脈 有沒有看到這個已經好幾十年了 我是有看到嗎 這個微管束有沒有看到上面它把它塗得紅紅的 一般來說呢會做成紅色 也就是我們在染色的時候 容易被染成紅色的是木質素 也就是木質布 也就是導管 也就是木質素啦 這樣 然後 外面有聲音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因為在兩天要總統大選了 所以 其實今天一整天都很吵 可是我的時間不多了 所以也只好錄了 不好意思 對大家來說可能很長 來從旁邊有沒有發現還是一樣 有沒有 我剛剛有沒有講就是整個紅紅的 對不對 整個紅紅的就是刀管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說到 因為柵狀組織在上 然後呢木質布在上 所以我剛才會說 剛剛這個 這個我擺的這個方向 所以上面是上表皮 對不對 上面是上表皮 然後呢下面是下表皮 那我本來是想要 就把它放著 像我之前 講那些動物標本啊 還有貝類的時候 那因為今天外面真的太吵了 有沒有 大家是不是還一直聽見那個聲音 所以我覺得我這樣做著路的話 我會離攝影其實很遠 那我想我這樣子靜靜的 對著攝影其實講 會不會收音 會收得漂亮一點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囉